大家目前看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5年 照片中的姑娘当时只有21岁 正处于她一生的黄金时代 她的面部轮廓略显圆润 中庭和下庭稍短 五官方面也称不上深邃立体 鼻梁不高 鼻头也有一点扁塌 嘴唇较薄不够丰满 以我们今天的审美来看 除了眉眼有可取之处外 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美人的地方 但我们要是再仔细一些端详的话 就会发现虽说五官不够精致 但分布却十分合适 双眼目视前方明亮且坚定 嘴唇虽薄 可细看之下 胶柔里好似揉碎了一缕英奇 既有着东方美人独特的温婉清秀 又因其独特的气质魅力 而显得落落大方 她的名字叫做林徽英 在某种叙事里 林徽英是娇滴滴的病弱大小姐 一举一措惹人怜爱 玩弄男人与鼓掌之间 善于让他们念念不忘 成为他们心中的白月光 那么这个被评为 一身诗意千寻谱 万古人间四月天的民国才女 真的如传闻所说的那样吗 1904年 林徽英出生于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 她的父亲林长明是当时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但出生富贵的林徽英却并没有养出一身娇气 而且思想开明的林长明对于爱女的教育也相当独特 在林徽英十四岁的时候 林长明便带着她前往日本 建设外面的世界 两年后又带着林徽英奔赴欧洲考察 实现一年半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林长明和林徽英去了法国 意大利 瑞士等多个国家 林长明应酬时 林徽英就独自待在伦敦的公寓里 独季词 丁尼生 霍普金斯和肖伯纳 她在伦敦公寓的女房东式建筑师 经常带林徽英到建桥去写生 因此林徽英也对建筑这门学科有了极大的兴趣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十六岁的林徽英认识了她父亲的朋友 渣男徐志摩 也就有了大家看到的各种地摊文学 和琼瑶市人物传记的故事 至于为什么说徐志摩是渣男呢 徐志摩见到林徽英的第一眼 就被这个如莲花般轻雅高洁的女生吸引了 并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南华女爱本来也正常 但在徐志摩追求林徽英的时候 她的结发妻子张又怡也来到了伦敦 而且来伦敦不久之后 张又怡就怀孕了 可徐志摩知道后 立刻要求张又怡把孩子打掉 而且还要和她离婚 之后徐志摩还做过更渣的事情 但因这里并非徐志摩专场 就不详细叙述了 反观林徽英对徐志摩的态度如何呢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林徽英曾对徐志摩确实是有好感的 并对徐志摩打开她的眼界 和唤起她新的感情充满感激 但当时林徽英正因父母恶劣的关系而苦恼 她的父亲就是因为再娶而冷落了她的母亲 当听到徐志摩为了她要和张又怡离婚时 当她看到张又怡那双充满哀怨 绝望 祈求 羡慕和嫉妒的眼睛时 林徽英决定不能再重蹈覆辙 多年之后 林徽英曾和她的儿女说起过 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 而是她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英 而事实上 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那么真实的林徽英是什么样的呢 1924年 林徽英和未婚夫梁思成 一同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但是 按照当时美国人的思想 觉得建筑系太辛苦 女性在建筑学上多有不便 因此女性无法报考 无奈之下 林徽英便选择了和建筑学 较为接近的美术学专业 但是像林徽英这么执着的人 又哪会轻易放弃呢 她仅用两年时间 就如期获得了美术学的学位 同时作为建筑学的旁听生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修完了建筑学所有主要课程 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28年 两人在加拿大沃泰华举行婚礼 之后 他们选择到欧洲进行古典建筑考察来当作都蜜月 回国后 两人放弃了清华大学的优待 选择到东北大学任教 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专业 然后我们就见到了真实的林徽英 到底是什么样的 林徽英和梁思成在那个交通不慎发达的时代 开始游历中国 风餐露宿 操绘年久失修的中国古代建筑 共同撰写教材 林徽英的好友费卫梅夫妇参与了林徽英的山西之旅 于是我们又认识到了林徽英耿直的一面 据费卫梅说 暴躁的林徽英时不时会抱怨两句 骂一骂天气和不平的吐露 但之后仍可以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干活 从1930年到1945年 梁思成林徽英夫妇二人 共同走过中国的15个省 190多个县 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 很多古建筑正是通过他们的考察 得到了全国乃至国际的认识 并加以保护 如河北赵州石桥 山西印线木塔 五台山佛光寺等 那时的考察又累又脏 动不动就爬梁上柱 梁思成总是身先士卒 什么地方有危险就自己先上去 而林徽英也不甘落后 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 他就准能上得去 而且为了方便爬上爬下 凡是大家能看到的考察照片 他大多数都是长库加便服的衣着 长期的颠沛流离使得林徽英又黑又瘦 还因此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在抗战期间 他放弃了出国的机会 生活在四川礼状 饥寒交迫之下 他写信给美国的好友费未美 问他是否有不要的衣物 同样是在抗战期间 有人问他日扣来了怎么办 他淡定地回答道 身后就是杨子江 1953年 他在北京城墙被拆后 在政治协商会议上 公然指责当时某些政治领袖 他去世前身体已经完全透支 却依然将最后的热情投入到了建筑学领域 最终因病于1955年逝世 他去世的消息令无数人扼腕 却又让后人庆幸 在他卧病时 全国已经开始了批判梁思成的风潮 因为他复古 小资 如果再活两年 想必也无法保全自尊吧 人们更想看到的故事 是一个财貌俱佳的大家闺秀 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一个温和沉浸的丈夫 一个一生守护的蓝颜知己 人们好奇他的传世风华 远超他的建筑才华 赞美他写的音韵极美的新诗 远胜于他绘得精细严谨的地图 想象他作为高级文化沙龙女主人的高大上 远多于他作为古建筑研究者齐骡子 住鸡毛小店 颠簸在穷乡僻壤 荒山野岭中 关注她是美丽与哀愁爱情故事女主角的人 远广与知晓她是中国现代第一女建筑师的功绩 于是我们不相信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性 可以理智从容地处理感情问题 我们不相信一个容貌娇好的女性 可以将爱情和虚荣放置在事业之后 我们不相信一个出身贵族的女性 可以在学贯中西之后回国报校 我们不相信这样一个女性 可以为了国家和文化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林徽因让很多希望 看爱情故事的人失望了 病弱的是她的身体 在人格上和精神上 她是一个大写的人